接下來這個我們要介紹一下Viru 那Viru呢 它其實是 影片剪接軟體 那老師呢 您在接觸影片剪接軟體 您可能有聽過剪印啊 對不對 威力導演都有 那麼Viru它最大的優點就是 它 是以語音為主的 一種剪接影片的模式 事實上我們現在的剪印 也有導入類似的功能 只不過因為原本剪印是比較接近傳統的方式 所以它雖然有導入這個但是它是把它變成 分開用 所以感覺起來沒有像Viru這一塊那麼好用 這是它比較不一樣的 因為我們傳統的剪接都是以什麼 以 以我們的表演為主就是視覺為主 比較難去 就是剪很細的那個 語音的部分 比如說我們訪談啊 或者是像我們上課這種 都是以語音為主的 而不是表演為主的 用Viru就是一個很方便的工具 那 我們來看一下 Viru 您可以先從22頁 這裡有一個官方網站 它有繁體中文版 所以呢 各位不用擔心 都有中文 不過這個軟體呢 如果你正式要用的話 就要下載按照 它有線上體驗版 但是線上體驗版 只能體驗不能輸出跟下載 好 我們先請大家 先打開它的 官方網站 有沒有都有中文 所以您不用擔心 像這樣 那 打開之後呢 請您幫我 先到上面這裡來 有沒有一個叫體驗 就打開 我們先 體驗一下 在線上 它會幫我們準備一個 Demo的影片 好 然後 你唯一會看到簡體字的 大概就這個畫面而已 有沒有一點點簡體字 因為它有簡體版 有中文 有判體版 但是各位不用擔心 這個 不是對岸的軟體 它 在它隔壁而已 民族性比較強的那一個 Korea 韓國貨 韓國貨 好你就把它勾起來 免費試用 有沒有他幫我們準備好一個Demo影片 這樣就有了 我們先播放一下讓大家看一下好不好 來你先看一下 招待一下 哎 喂 安娜婆 好播放 好老師看到什麼現象 這樣在播放的時候 有沒有 每一句話都是一個投影片 你把這個叫做投影片 這樣可以嗎 好 所以呢 你現在看到 嗨大家好 我是誰誰誰 請問 這兩句可以對調嗎 我是誰誰誰 嗨大家好 如果我沒有傳統剪輯 你把酒驗給它拌湯吧 哈哈哈 對吧 因為你要對到那麼準容 有點困難 所以我把它勾起來 這樣是不是選到了 嗯 老師要記得喔 剛開始大家會很不習慣想說 按著就要走 沒有喔 一定要勾起來才能夠走 這樣了解嗎 勾起來了 按著拖曳 有沒有可以調整 投影片的順序 這樣就好了呢 今天啊 我是誰誰誰 嗨大家好 有沒有 這樣有沒有比較 保養視力 好那 我是誰誰誰 今天呢 就不能在這裡嘛 所以 您看一下 你有沒有發現 它有 上面跟下面兩行 上面是編輯影片 下面是編輯字幕 所以今天呢 應該放到後面去嘛 所以 游標點在這裡 老師 不如 很大的好處就是把 原本的影片剪輯 變得像 文書處理一樣 你應該知道 這一行要換行要按行 對 有沒有換行了 這個勾起來 我是誰誰誰 大家好 今天呢 對不對 是不是換過來了 好然後再來 是在家工作一天 我想要把後面那一行 跟上面一樣 我就按鍵盤上的Delete 有沒有就上來了 這樣有沒有就上來了 不用啊不用Delete 如果你是要移動要勾 調整投影片順序要勾 但是如果你只是 那個編輯就點到那裡 他這邊不是游標就像我們那個 握的一樣插入游標的位置就出來了嘛 好所以如果你是倒退就 刪前面 Delete就刪後面 這樣有沒有了解 所以 如果剪輯影片 能夠像這麼輕鬆就好了 事實上 我們之前一月份講的時候 到今天他還在更新 所以有一些東西又跟之前講不一樣 因為之前我有demo一下 時間比較不夠但是 今天我們會讓大家實際檢驗看 要嗎 要嗎 下午主任有了 好那我們繼續往下看喔 你看 這樣子有沒有感覺了 那你今天呢 我在家工作的一天今天想要拍的主題 我問一下老師 我們講話會不會有一些口語的語助詞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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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很多怎麼辦 你想看看如果我們是標準的剪輯 你光要找到那個字 應該就蠻困難的對不對 所以呢 人家有搜尋 老師我們搜尋 如果你不要找上面的選單 你在網頁上要打開那個搜尋按哪一個快速鍵 Ctrl 找 是英文叫做Find 所以你知道快速鍵是Ctrl加F 這樣OK 用這種方式記快速鍵比較有意義嘛 你不要 因為那個跟他的英文字有關係 你看可以找Ctrl加F 對 他都 因為你現在是用體驗版 所以他都會跳那個 要不要下載 要不要下載 催促你一下 我就來這裡找呢 來我們找一下呢 他的語助詞就是呢 你看他幫我找到七個 有沒有注意到 有七個呢 你看上一個下一個 找到很多 所以呢 如果你想要編輯的話 我看一下 這裡 這些呢 你有沒有看到選單 如果你在編輯這個選單 因為我這樣找 你知道他的位置 可是要編輯不好 所以我還是 給大家看一下這個選單 你找到編輯 在他的右手邊 有沒有看到一個叫尋找編編輯 我把它按開 按下去 因為右手邊 有沒有跑出來了 這樣子我再把這個呢拿過去 好這裡我就真的關掉了 我就透過他的選單 來找 好 你看這樣有沒有找到六個 而且他還幫你分喔 是字幕裡面的還是影片裡面的 什麼意思 如果你只是 做字幕的 代表什麼 字幕不出現那個呢 而已 影片還是會有聲音 如果你希望更狠一點 影片刪掉 字幕一筆 一起刪 我就點這裡 全部 給我幹掉 哈哈哈 我不用呢了 有沒有全部呢都不見了 今天是在家工作的一天 有沒有就好了 這樣有沒有感覺到 全部 全部 來來來 從編輯裡面 尋找 在 下面這裡有一個 有看到嗎 掉下去 掉下去什麼意思 喔你們有的那個螢幕比較小 所以沒有看到全部 麻煩你幫我按 Ctrl加 滑速滾輪 讓你的那個畫面縮小一點 因為有的那個 那個什麼 字的放大比例 你放大比較大 所以他那個螢幕塞不下去 有沒有看到 好所以這樣子大家體驗過的 這樣有沒有OK 是不是方便很多 那他不只是這樣子 除了 你可以做這種編輯 也可以怎麼樣 啊 比如說我在 這裡 假設這兩段是有連動的 我是誰誰誰 後面是不是多一個的 你就delete 你在影片刪掉 字幕會同步刪掉 你看我把它刪除 有沒有下面的字幕順便刪掉 這種是 同步的方式 但是他也有 另外一種是不同步的 就影片歸影片 字幕歸字幕都可以 所以有沒有感覺到 這樣子變得比較容易一點 尤其是訪談或是我們 教學的這種錄影 會方便很多 那 再來就是我們看一下 他其實還有什麼 他還有很多 這個 你看插入這邊 插入這裡 左左邊的插入 那個選單 他也有提供基本文字 設計文字 然後你自己的 這個 就是圖片都可以加進來 事實上他還有一個就是 他很早就引入的 AI生成圖片 所以如果你的圖 我不滿意 我就從這邊 直接自己生成圖片也是可以 你就描述一下 然後就可以生成 那在生成的過程裡面 他還會幫你找什麼 沒有沒有沒有 這個是那個Loading的圖 不是真正的圖 他會根據這個 你的提示詞 有沒有生成一個 我是Karen 他就找這個叫Karen 那他生成的過程裡面 還會幫你找網路上的什麼 免費的 視訊跟圖庫 那我們可以很肯定一件事情 你不管用免費的還是付費的 他的素材 不只是個人可以使用 還可以商業用途 都完全可以使用 只有一個比較例外 什麼叫只有一個比較例外 你看我把它換成這一張 有沒有進來了 你進來了之後 你看他旁邊這裡 有沒有放到最大 用比例填滿 還是你要這樣填滿 是不是就可以了 好 你看 他只有一個不行 哪一個不行 就是 如果你是免費圖庫 你還記不記得 這裡有一個叫GV 我們剛剛不是 有沒有 GV的 有沒有版權 有可能會觸犯版權 因為都是梗圖嘛 所以這個就不能用在商業用途 所以他有提醒你 你看這裡 有沒有看到他有提醒你 不建議使用在商業用途 或者是 那個 只有這個 其他的你都可以免費使用 而且就是沒有版權問題 這是他 一個很不錯的一個地方 好 那 另外呢 他也提供了一些 角色 來你看一下 這個角色 這裡 有沒有在插入這個選單 你只要插入這個選單 你可以看到 這裡有角色 角色就是 你會看到這裡有這種虛擬的 有沒有一樣這個 所以 還是一樣 不想本尊出現的 你就給他來這個 但是他只會嘴巴動 他不會跟你對嘴喔 他只是會動而已 你聲音有在播 然後你的講話聲音有在播 他就嘴巴動一下這樣子 如果那個 是正式的版本 他以前是可以許願 現在不用許願 直接用AI幫你生成 就可以生成這些人物 就是 製作角色這一塊 但是這一塊就是屬於付費的 這樣OK嗎 好好 那再來 他有提供免費的背景的音樂跟音效 像我自己啦 不好意思 我的 御用的 就是前面這兩首 我的影片 我看一下 我把聲音調大聲一點 來 我的影片都會有個片頭 這個 你滑過去就可以先play一下 有沒有 這裡可以play 你們可能這樣比較聽不到 但是你可以自己 這個是我的 片頭 我現在都用這個 然後呢 我的 背景音樂 就是 我的影片在 播 我已經在講解了 我會有一個 像這樣淡淡的背景音樂在後面 這樣 就是說 只要我把聲音調小聲 其實 有時候 可能我沒有講話的時候 你就會聽到聲音 但是我開始講話你可能就比較聽不到那個 背景音樂 就好像我在聽廣播這樣子 有些廣播節目在訪談的時候也會播一個背景音樂 所以我會像這樣做 這個也都沒有版權問題 這樣OK 當然你可以再找 他274個雖然不是非常多 但是 效果都還算蠻不錯的 這樣有沒有問題 那麼如果呢 老師你想要自己插入片段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喔 你來看看這裡 你滑鼠因為這個 就像投影片 你看滑到上面去 有沒有可以增加片段 滑在下面 是不是就增加中間的 你看點一下喔 你就可以增加 比如說你要 語音的 還是空白的 還是圖片的 還是插一段影片進來 都可以 好 這樣有沒有感覺了 稍微有點感覺 等一下我們就這裡 實際來 下載軟體 錄看看喔 來 我們請大家 到右上角這裡 真的可以下載 好 您可以把這個軟體 下載下來 那安裝完成 第一次啟動的時候 他會要求你 註冊一個帳號 那就麻煩老師 您自己先註冊一下 OK OK OK